接下来老师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用Mac的SSH终端命令 登陆到Ubuntu的虚拟机中 对这台虚拟机进行维护和管理 好目标明确之后啊 老师呢就打开Mac的终端程序 同学们Mac操作系统啊 是基于UNIX的 所以呢我们之前学习过的终端命令 在Mac的终端中几乎都是可以使用的 譬如老师在这里敲个LS回车 大家看是不是会显示 现在当前这个用户 IT黑马所在的加募录 同样有桌面有文档有下载 对吧 那现在先让我们用SSH客户端啊 登陆到Ubuntu的虚拟机 同学们来看一下啊 要使用SSH呢 我们先敲一下这个命令 然后我们用-P来指定端口22 然后呢敲一个在Ubuntu上的用户名 Pyth 然后呢我们紧接着敲一个at for 紧接着呢敲一下Ubuntu的IP地址 可以吗 如果我们不记得UbuntuIP地址 可以怎么做啊 哎是不是可以先在Ubuntu的终端界面上 敲一个ifconfig 然后呢加一个管道 graprinet回车 回车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网卡地址 是不是17216.140.138 对吧 那现在老师啊再回到Mac的终端来 然后呢在这里输172.16.140.138 然后回车 回车之后同学们注意啊 当我们第一次在终端中连接另外一台电脑的时候 终端呢会给我们提示一个授权的信息 这个信息啊我们不用管别的 直接输一个yes就可以 来现在老师啊在这里敲一个yes回车 回车之后呢 在这里面要求我们输入python这个用户的密码 那老师呢就输入一个传制 注意啊在输密码的时候 终端是没有任何回显的 现在老师回车 回车之后大家看 哎下面的提示框变了 是吧一个绿色的python atUbuntu 现在有个拨大号是不是表示加募录啊 那现在老师ls一下回车 大家看ls呢就可以看到我们ubuntu下 python用户加募录里的信息 那现在老师cddesk 然后按一下type键回车 然后呢再来个ls回车 大家看现在我们可以通过ls 看到123.tft 有个a的文件 有个aa的文件夹 哎是不是跟我们ubuntu的电脑中 显示的是完全一样的 对吧 那现在老师在通过mac的中端啊 在桌面上创建一个文件 譬如我们touch01.py 来创建一个python的原文件 现在老师回车 大家看在老师回车的一瞬间 ubuntu的桌面上 是不是多了个01.py 对吧 如果我们现在回到ubuntu中啊 双击01.py 大家看啊 在这里是不是同样又打开了 gedit这个软件 对吧 我们呢在这里写一个print 然后呢 hellopython 然后加上一个括号 现在老师啊 按一下ctrl s 再把gedit文件关掉 听见吗 我们现在桌面上的01.python文件 是不是已经有内容了 对吧 现在呢 再让我们回到mac中端来 用我们之前学习过的cat命令 来看一下01.py中 是不是已经增加了内容 来 现在回车 大家看print hello python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老师现在虽然是使用的mac里面的终端 但是整个对ubuntu的操作 跟之前我们在ubuntu的终端中操作有区别吗 并没有任何的区别 对吧 那现在我们再回来尝试啊 把这个b的文件做一个删除 同学们靠啊 rm空格b回车 大概回车一瞬间桌面上的b文件 是不是又被干掉了 对吧 哎 通过这个演示 同学们发现什么 有了ssh这个终端之后啊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远程登录到任何一台 支持ssh的服务器 然后呢 通过终端命令 对这个服务器进行管理 对吧 那在这里老师要有情提示一下哦 同学们 我们在使用ssh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指定远程的地址啊 如果我们把远程地址 设置成我们同桌的ip地址 然后如果我们同桌呢 又没有修改python的密码 那大家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来老师给大家做一个恶作剧的演练啊 现在这个是ubuntu的界面 对吧 然后呢 老师回到mac的终端 在这里老师敲一个shutdown 然后-r no 这个命令会干什么 是不是重新启动系统 对吧 那现在同学们注意看 老师要回车了 回车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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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车的一瞬间 是不是告诉我们权限不够啊 那怎么办呢 哎 在这里老师要提前告诉大家一个没有交过的命令啊 我们呢 在这个sshutdown前面啊 加一个su2 表示用超级用户的权限来执行关机的命令 现在同学们再看一下老师做回车的动作 回车 然后呢 是不是要求我们输入python用户的密码 我们呢 就输入一个传制 现在老师再回车 大家看 在老师回车的一瞬间啊 我们后面的乌班图是不是已经重新启动了 对吧 哎 这里老师啊 就给大家演示了一个恶作剧啊 但是老师友情提示一下 同学们务必要把自己电脑的密码改一下 否则的话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快乐的玩耍我们的乌班图了 再不停的重新启动 好 讲到这里啊 老师呢 就用Mac的SSH终端命令 给同学们演示了一下 远程登录到乌班图的电脑 然后呢 进行维护和管理 在这里老师问大家 同学们 什么叫维护管理啊 是不是就把我们之前学习过的所有Linux终端命令 再执行一遍 在这个Mac终端中呢 并没有图形界面 所以我们做的所有操作 是不是都是通过终端指令来完成的 在这里最后一个 老师是不是做了一个恶作剧 把服务器做了一个重启的动作 哎 同学们发现没有 我们之前所有学习过的Linux命令 在这一刻是不是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好 讲到这里 老师啊 就暂停一下视频